中东紧离开国民党的理由 跟徐耀昌相差不远 相差不远 在朱立伦主席看起来 那是私人的小恩小怨 可是在当事人看来 那是天大的大事 那是他政治生命能否延续 能不能继续走下去的天大的大事 如果当一个党的领导者 你把党员的事都当成小事 你的事都当成大事 这个人不配领导国民党 我们以前在军中带兵 那个小兵 他会为了一件事情结束他的生命 那多严重你知道 只是什么 拖鞋不见了 他要上厕所 拖鞋被他偷走了 去跟班长报告 班长说掉个拖鞋来找我 这是你的小事 干我什么事 我告诉你 一件小事处理不好 可能伤及一条无辜的生命 所以任何小事 对于个人来讲 那都是大事 所以朱立伦主席在今天这样讲 说个人的小恩小怨要放下 要以大爱大事大我为优先 失格 任何党员的事 都是大事 这才有资格当一个 国民党的党主席 另外我讲 我说我为什么退党 我跟徐耀昌不一样 我是先退党 再去挺我心中的候选人 我离开国民党 1月1号离开国民党之后 三天后我支持林静宜 我是先离开国民党 再去支持我想要支持的候选人 徐耀昌是 先支持心中的候选人 再选择退党 但这两件事情 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新市政 才会勾起你心中的旧伤痛 徐耀昌的新市政是什么 侯友宜 如果没有侯友宜 这一个他认为不适合选总统的人选 他也不会完成他离开国民党的正当性 因为他其实对于国民党 他有旧伤痛 什么叫旧伤痛 我记得他在2014年当选 苗栗县县长的时候 欠了很多钱 县府的资源 县府的薪水 县府的预算都编不出来 那时候马英九当总统 马英九对他来讲说 我们按程序走 那个心中是多么的痛 我当选一个县长 欠了一屁股债 我还要还债 最后中东景 讲出他的答案 是谁帮他解决的 蔡英文 可是因为许耀昌是国民党员 他不能公开来支持蔡英文 所以他还是 他的心里面 还是忠于国民党 因为我想这个国民党 有一种宗教的概念 你进了国民党以后 今日是国民党的党员 就算你走了 也是国民党的党魂 这是国民党的党员 一个挥之不去的感觉 他心中还是忠于国民党 可是他的外表是支持不下去了 所以他会站出来 帮郭台铭站台 然后之后这就是 所谓的孤城聂子兰 跟地方派系兰 就是牛鬼蛇蛇兰的撞击 在徐耀昌跳出来 责备国民党要下架的时候 很多人他为什么会改口 说是口误 我告诉你 你去看看他的个人脸书 被攻击成什么样 被骂翻了 被国民党的死忠自治者 简直是骂到翻 你的老县长 你是国民党党员 你怎么会讲这种话 骂到翻 所以徐耀昌会走 这些人做了推手 就像我当时 我的想法 我是非常否定九二共识 我说不要讲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再讲他去国民党 不要想选举了 我那个背后 那比反攻大陆打共匪还要凶 所有以前跟我并肩作战的战友 都说我是背叛者 那是让我对这个曾经深深爱的政党 离开的一个动力 我相信徐耀昌县长 面临到的事情比我还严重 因为他的政治抬头比我大 他在苗栗的影响是多大 所以他背后有多少的支持度 就有多少的攻击力量 所以迫使他离开 而且徐耀昌县长 在公开受访的时候他讲 他说最主要的四个原因 这四个原因唤起了国民党支持者 心中不敢说的秘密 就是第一个 侯友宜 你对国民党的党员认识吗 你到国民党中堂会去开会 你到国民党的党代表大会去开会 你认识几个国民党的党员 你对国民党的组织 你了解多少 你对于国民党的运作 你投入多少 没有 第二个 国民党的政策你支持过吗 他就说四大公投 你从来不表态 四大公投 大家记得侯友宜 永远挥之不去叫做什么 岁月静好 现在你要选总统是什么都好 那是为什么 就是讲到最后一点 夺权 你看到国民党 没有人比你更强可以选总统 你跳出来好听叫做挺身而出 难听叫做见烈欣喜 看到没人可以选 就我出来选 我要来夺权了 所以学校上说这项话吗 最主要是你在2020年 你有支持过国民党 推出来的候选人吗 一个男投 一个韩国瑜 你没有嘛 你现在以前不支持人家 你以前种的鹰 现在得到了果 你却要强摘 让这个果实变甜 不可能嘛 所以这是徐耀昌 在退党后 讲出很多国民党 基层党员内心的痛 我在基层跑去参加很多 最近中原普渡 参加很多中原节的活动 我去那边就有很多基层 民众跟我讲 他说主委我跟你讲 徐耀昌 讲出我们心中不敢讲的话 那是不能说的秘密 他说出来了 佩服 有种 这对侯友有没有伤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没有伤 可是对于整体 2024的士气 确实是伤到了 那你说的 徐耀昌 他是故意要伤国民党吗 还是他认为伤了国民党 郭台铭就能当选呢 对于国民党来讲 我还是觉得朱立伦 你当一个党主席 当一个国民党领导者 任何党员的小事 都是主席的大事 你这才能够带到心 人家讲带兵要带心 当党主席要带到党员的心 如果每个党员的事 都是你小我小我小我 那请问大我是谁 请问大我是谁 每个小我都是大我 才能成就党的 强而有力的选举力量 所以这是 我说我的心路里程 所以我了解徐耀昌 来这个文学也很有感是不是 文学要跟这个 余将军对话一下 刚才他提到说 中总领县长的那个折手 其实我长期 管理会过出来当议员的时候 中宪县长是议长 观察他非常久 中宪县长出现这个 所以他的招牌经典姿势 还有三种状况出现这个 第一个是人家称赞他的时候 他会拍谁 拍谁拍谁 然后再来是 他觉得你讲得很烂 准备要开骂的时候 他会先这个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惊讶的时候 那今天在这个台上 我想大概是处于一个惊讶 而且大家不只观察中宪县长 你可以观察后面的 这些议员们 因为都是我的好同事 我都很熟 然后旁边不只站着议长 副议长还有旁边好几位议员 你可以看到大家 在后面笑得多开心 那我平常在地方 跑行程的时候遇到他们 我都会跟他们开开玩笑 说那天你们在台上 心里面是什么感想 他们都会说 不要讲不要讲 那个影片直播都看得很清楚 其实那一天大概就是 徐县长的这个言论 不是第一次讲 他不管是平常在地方 还是在私下的时候 他对国民党的不满 其实表达过非常多次 所以那一天中宪县长这个动作应该是 老大哥你怎么会在这个场合把这个话讲出来 真敢讲 对 真敢讲 你怎么会讲出这个心里的话 那徐县长30年的政治人物 他其实从我过去跟他交手监督他的经验 他是非常严谨的人 他不该讲的话 他就是跟你装迷糊 或者是就绝口不提 所以当他要说出口 他不是一个会暴冲的人 所以当他愿意说出口的时候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这是他预定好的 第二种是真的是忍不住了 真的是这个心中的吉原态 所以刚才讲到的 不只是这个地方选举的恩怨 其实就如同郁将军说了 从他刚上任县长的时候 那时候国民党执政 还有一年五六个月 没有给他温暖 是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 才解决了他这个问题 那过去八年来 苗栗的财务状况 其实有慢慢的逐步的在变好了 去年我们的剩余是20万 已经可以开始有机会多还钱 剩余20万 现库剩余就是20万元 20亿 讲说20亿 对 那我们每一年大概要还五六亿 所以我们的剩余已经可以 已经有机会可以多还一点钱 那我们被中央财政控管 其实还要到2040年到2047年 长短债的部分 那所以对于苗栗来说 这个前朝刘正宏留下来的债务 那庄州警其实也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过去我们都认为是议会监督不周 但庄州警其实提了一个点 是当时国民党执政的行政院 跟主席总处为什么没有对这件事情表态 所以不是刘正宏一个人造成的 是议会当时的议会监督不利 中央的监督单位也没有完成 所以这整个工业造成之后 后面的这个政治人物必须要承担 那这个机院就是除了地方群里之外 还有整个县政的运作 长期累积 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廖小军很开心跟大家要分享我们低调筹备多时 终于云开见日可以大声说出的事情 我所主持全新的政论节目 Real Talk真实对话上架了 在YouTube频道上架 过程当中我们的确把90%精力都花在摄影棚的设计 包括灯光主持人跟来宾互动等等 挑战台这个创意跟论述内容 是让每个来宾的观点清楚呈现 过程当中你可以交流可以交锋 当然优质节目影响力非常重要 需要每个观众朋友的帮忙 把大家公开这个好消息同时 也许有人还不知道但是众志成城 击杀成塔 请大家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当然这个小小动作不需要花钱 但是每一个动作都是连接你我最好的一个管道 透过了订阅 每一个你们都成为我在全世界的好朋友 随时都在随时可以开心聊天 讨论台湾的重大事件 当然可以讨论包括了国际间瞬息万变的事情 这个平台我们彼此听见不同的立场 虽然声音立场不太一样 我们需要这个平台一个包容多元观点的空间 彼此愿意倾听 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可以讲真话 真实对话 Real Talk真实对话的初心就是如此 我们在关心国内外政局变动的同时 更可以认识台湾在区域安全与全球民主联盟 所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因为我们信守台湾的价值 坚持对国家的忠心热忱 期待Real Talk真实对话这个平台 期待你的声音 期待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我是廖小军 有心就有力 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 多多分享 让我们的声音 可以传遍全世界每个角落 收到轮廓 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